女人生下一个百斤重的巨婴 部落的人们都把她当作白痴 实际上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 平时在村里扮猪吃老虎占便宜 为了让别人相信自己真的是白痴 她经常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有了白痴这个头衔之后 她就可以浑水摸鱼 做错事顶多也就挨几句骂而已 这天部落里的小花 把她带到树林里玩耍 首先蹲在地上制作出一种迷魂卷烟 接着就塞进小黑的嘴里 忽悠她抽上几口就能立马生鲜 没想到她吸完之后 居然变成了帅气的王子 小花看见之后喜欢得不得了 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她成全自己 小黑却说地上蚂蚁比较多不方便 于是两人就手拉手冲进了小树林 几个小时之后小花背着她回到了部落 容貌也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酋长看见之后非常生气 抡起棒子对着小花一顿揍 自从去过小树林之后 两人就经常眉目传情 酋长气得咬牙切齿又无计可施 小黑得意忘形地叼着自己的小玩具 却不知这个酋长非常小心眼 分配烤野猪的时候大家都有肉吃 小黑却只能吃这些没人要的内脏 他愤怒地宣告内心的不满 但是并没有人愿意为他出头 最后只能含泪吞下了这一大坨内脏 小黑一怒之下又和小花来到森林玩耍 酋长听到动静之后拎着大棒子前去查看 两人看见他手中的大棒子顿时就吓得魂飞破散 不久之后他们的部落遭遇了一场洪涝 部落人找不到食物饿得全身无力 大家趴在树上盼望天上钓馅饼 酋长无奈之下冒险带着老父亲下水捞鱼 这条河流生活着一种特别喜欢钻洞的鲜鱼 酋长很不幸被一条大鲜鱼当成了巢穴 最后只能放弃了捞鱼 为了能让其他人存活下来 母亲狠心地将小黑丢到了荒野 他在森林流浪了七天七夜 一不小心闯进了食人族部落 他恳求这位长毛野人给自己一点食物 对方非常爽快地割下一块最嫩的小腿肉 小黑心里很害怕却只能装作白痴吞下了这块肉 吃完之后表示要回家找妈妈 其实就是想找机会开溜 怎料长毛野人拎着匕首追了上去 势必要把他给宰掉饱餐一顿 小黑看见之后吓得扭头就跑 幸亏他跑得快来到了一户人家 赶紧冲进去拴紧大门 主人看他怪可怜的就送给他一件衣服 小黑回到家之后发现母亲已经被饿死 第二天部落里的人为他举行了葬礼 小黑装模作样哭得撕心裂肺 背后却对着小花伸出了罪恶之手 几天之后酋长决定带着大家前往城市找工作 几人在半路发现一口牛奶喷泉 饥渴难耐的小黑立马走上去享受牛奶浴 被牛奶淋过以后居然变得又白又嫩 酋长看见之后也激动地冲了上去 谁知牛奶喷泉已经枯竭 气得他趴在地上嗷嗷叫 小黑自从皮肤变白之后地位也随之提高 小花已经变成了他的小迷妹 一路上趴在他的膝盖上面 小黑梦寐以求的王子梦终于实现 经过几天的赶路他们来到了城市 酋长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显得非常迷茫 随后几人便来到人力市场寻找就业机会 但是他们现在连身份证都没有 所以根本就没有老板敢请他们做事 小花虽然也是一名黑户 好在肌肉街市找到了一份体力活 而这三人已经快要变成流浪汉 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女人在和黑势力火拼 一整车大汉竟然被他轻松灭掉 完了之后就拎着两把机关枪离开了现场 小黑对这个彪悍的女人一见钟情 于是就恳求他收自己做小弟 怎料女人准备连他一起干掉 危急关头酋长搬起砖头将其砸晕 小黑趁热打铁把他拉到了墙壁后面 女人醒来之后并没有生气 反而爱上了这位力大无穷的土著小伙 小黑就这样过上了每天喝海鲜粥的快乐日子 彪悍的妻子负责在外面打拼事业 每次出去都会带着几捆钞票回家 小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傍上这么能干的富婆 但是想要拿到这些钱并没那么容易 因为妻子会无休止地压榨他的体力 六个月之后他就生下了一个黑人宝宝 妻子初为人母感动的热泪盈眶 小黑也特别喜欢这个长得跟自己小时候一模一样的儿子 每天抱在怀里爱不释手 但是幸福的日子还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噩耗 妻子和儿子出门的时候被仇家干掉 小黑失去亲人之后痛不欲生 整天借酒消愁麻痹自己 人倒霉的时候连小鸟都敢在他头上拉屎 最后还被一群寡妇给盯上 在船上折磨几个小时才舍得放他离开 随后小黑又重新回到了酋长身边 突然间多了一个吃白饭的人 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平时只能出去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这天小黑一人坐在地上休息 突然走来一位推销鸭子的男人 他忽悠小黑这是一种价值连城的黄金鸭 只要拍拍鸭翅膀就可以生金币 现在搞特价只需要30万就可以拿下 但是小黑兜里只有30块钱 推销员看他实在是太可怜 于是就亏本将黄金鸭卖给了他 小黑还以为自己捡到了大便宜 结果拍了半天翅膀只收到一坨鸭屎 他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吃了大亏之后又去抢小孩的零钱 说是要让他提前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 随后他又准备到富人别墅顺点值钱的东西 结果被漂亮的女主人发现 但是他并没有责怪小黑 还说男主人已经半年没有回家 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到里面随便翻 小黑听完之后顿时大喜 凭借一只黄金右手痘的他心花怒放 漂亮的女主人还邀请他到屋里喝茶 并且让他留下来住几天 但是小黑不是那种随便的男人 因为他到现在还忘不掉自己的前妻 而酋长已经和小花重归于好 小黑看见之后非常羡慕极度恨 他决定洗心革面忘掉过去 重新开启新的人生 于是就去跟乞丐请教发财秘籍 乞丐告诉他想要发家致富 首先得自毁一条腿 小黑听完之后立马搬起砖头 砸向自己的大腿 乞丐却起身拍拍屁股离开了这里 留下一脸懵圈的小黑痛苦地思考人生 如今大腿断掉再也不能找媳妇 酋长和老爹尝试帮他恢复大腿的功能 只可惜下手太重根本无济于事 最后还是小花出手帮他治好了大腿 小黑瞬间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酋长却眉头紧锁十分郁闷 由于城市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酋长打算带着他们返回部落生活 城市打拼多年却一无所获 出来的时候四个人 回去的时候还是四个人 而他们的部落已经破旧不堪 小黑回乡之后一下子无法适应过来 脑子里整天幻想着城市里的花花世界 酋长看见他这副熊样顿时破口大骂 屁本是没有还整天想吃香的喝辣的 曾经爱慕他的小花也变得十分冷漠 小黑干脆又装疯卖傻回到了几年前的状态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可怜他 他又将最后的希望放在小花身上 却同样受到了一顿嘲讽 几年前他还有强健的体魄可以消耗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文不值的病秧子 小黑靠别人吃饭的梦想彻底破碎了 最后独自一人来到湖边盼星星盼月亮 没想到真的被他发现一位绝世美人在游泳 这一刻他又看到了吃软饭的希望 却不知道这位美人其实是一只千年水妖 小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扎进水里 结果被水中的女妖给吃掉